原来高圆圆定律连女艺人也逃不过 那种真正的大美女是连女生看的都会流口水 我喜欢高圆圆呀 这些干净装装都好看 就连自家工作室也忍不住沦陷 发文配的文案是古希腊掌管美貌的神 他们给你那个抖音的那个配的文案 就是古希腊掌管美貌的神 你懂这个梗吗 就是我 我是你们做的还是偏方 就是他们做的 你们背着我做的 而高圆圆不仅斩女还斩男 高圆圆清纯 不管是男女老少 都喜欢你懂女孩子 很纯 五哥第一次和女神合作就对观众说 怪不得都说夺妻之仇不共戴天 当林更新被问羡慕赵又廷娶了高圆圆吗 众所周知老秦最大的情敌是赵又廷 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情敌 有那个 娶了高圆圆 秦萧贤的脑子里是装满了高圆圆吧 首选永远是她 高圆圆 高圆圆 好 高圆圆出现了 高圆圆 高圆圆 我还没念名字呢 高圆圆和 高圆圆和刘亦 高圆圆 好 高圆圆和刘诗诗 高圆圆 高圆圆和 高圆圆 看到女神的名字就会一脸荡漾 你在我这儿呢 第一次见女神更是害羞到腿软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圆圆本圆 所以从下午彩排开始她就一脸半 好 秦 正式圆圆 一分钟 你今天好开心啊 真不怪老秦这么痴迷啊 同样是人到中年 别人吃的是酵母 高圆圆好像吃的防腐剂 这灵动有神的大眼睛和清晰的下颌线 简直比我人生规划还要清晰 而女神也大方分享了自己的秘诀 考古发现女神随时都会携带这只小青蛙 就连坐飞机休息时都在用 别看这个按摩神器平平无奇 好像成了内鱼的人手必备 52岁的宁静在用 你省好多时间啊 41岁孙力在用 就连41岁的孙肩也在用 这个小道具非常的方便 耳前耳后 把这里疏通开 人到中年发塞的机会会减少于半 所以千万不要再买成千上万的美容仪了 按摩小青蛙不仅便宜好用 像这样涂一点乳乳液或面霜 卡在下巴处向上推 你会发现下颌线变得越来越清晰 上班族经常眼睛疲劳酸胀的 卡在精明学上轻轻点按 下沉式的往上推一推 配合眼霜 轮刮眼眶 疲乏感瞬间缓解 而且耳后 还有肩颈的淋巴处都给它排一排 最后顺着淋巴排出去 预防发塞的同时 珠腑又解乏 还可以呱呱鼻梁 听说鼻子是唯一一个通过外力变得更立体的地方 额头不舒服的 用大头揉一揉 整个头皮都能得到放松 小青蛙按摩方式特别多 石木材质还有一股淡淡的木箱 它是整块檀木切割打磨的 非常光滑没有毛刺 每天护肤的时候按摩五分钟 解放双手 下颗线清晰了 鼻子也立体了 素颜看着都好看多了 好木养人便宜好用 快来盘它